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用来描述网友对吴倩的态度真的很贴切 吴倩从被网友心疼到厌烦 是因为他被爆出主动退出了浪劫 这在网友看来 是吴倩自暴自弃的行为 网友对吴倩的举动感到很失望 很多人大概都有过鼓励安慰别人的经历吧 看见一个人不自信 总是自卑地觉得自己什么都配不上 被人欺负也不敢发声 甚至很怕别人看见真实的自己 遇见这样的人 我们都会上前鼓励他们 相信很多小伙伴也干过这样的事情 可是如果结局是 你一直鼓励的人 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选择了放弃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 吴倩参加浪劫一直是一个很受争议的话题 作为演员的吴倩 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的综艺 唯一的一次便是参加了这次的浪劫4 很多网友看见吴倩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很激动 因为他们很开心 小赵陌生终于走出了离婚的阴影 决定闪亮地做自己 一时间吴倩的好感度蹭蹭往上涨 可是突然的退赛消息 却让吴倩陷入了重视之地 这种感觉就好像你一直支持的人选择了放弃 放弃阳光 放弃自信和美好 重新回到一个人的感觉 吴倩因赵陌生出名 后应和张雨健的婚姻成为了众多网友同情的对象 吴倩在娱乐圈展露头角的时候 是他当时饰演的小赵陌生 那个时候的他背着五大笑花的名头 演艺的赵陌生也一度走进了观众心里 由这个角色带来的记忆点 甚至一度赶超了唐烟饰演的赵陌生 这也一度成为了吴倩的高光时刻 后来吴倩的影视剧越来越多 在演员这条路上也算是越来越稳 但好景不长 吴倩后来因为拍戏结识了张雨健 两人相恋结婚有了孩子 可是从头到尾这场婚姻没有任何仪式 张雨健没有给吴倩一场盛大的婚礼 甚至两人结婚都没有官宣 在张雨健的微博里 唯一提到吴倩的一次 只有两人的孩子被媒体不小心曝光了 张雨健发微博谴责媒体 文中对吴倩的称呼是孩子他吗 后来两人便离婚了 网友对吴倩的同情便是由此而来 在这段婚姻期间 吴倩的多次公开活动状态都不太好 好像小张陌生突然消失 留下的只是一个满眼不自信 处处小心谨慎的吴倩 离婚后 吴倩没有说过张雨健一句坏话 但是网友看不过去了 他们主动站出来为吴倩声讨 也会给吴倩留言让他自信起来 吴倩参加浪劫满足了网友对他的期待 大家都希望吴倩可以恢复从前的自己 外界并不知道吴倩的婚姻生活到底经历了什么 只是从他的状态明显能感觉到吴倩很不自信 变得越发不像自己了 看到吴倩选择参加浪劫 很多网友很欣慰 这种感觉就像你安慰了很久的人 终于选择了站起来 勇敢出发 网络世界复杂 人性难以琢磨 但还是有很多网友真心希望自己喜欢的明星可以越来越好 所以当吴倩站在浪劫的舞台上时 比他自己更开心的其实是他背后默默支持吴倩的粉丝们 无论他们的初心是因为同情吴倩的婚姻生活 在吴倩被婚姻生活压抑到失去自己的经历中找到了自己 还是单纯的喜欢吴倩 希望吴倩越来越自信 我们都不可以否认网友们是真的想要吴倩可以更好 当然这个话题也可以跟女性的婚姻困境以及自立自强挂钩 总之不管怎么说 吴倩参加浪劫 满足了大部分网友的期待 网友们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吴倩 即便受过婚姻的伤害 与人不输 且单身带娃 但是她可以重新出发 活出更好的自己 吴倩的鼓起勇气重拾自己 让很多人找到了自己身上的影子和重新出发的力量 这时的吴倩可能已经不仅仅是自己 她还是万千单身女性的缩影 是无数人心里的寄托 退赛风波让支持吴倩的网友觉得她是扶不起的阿斗 对她感到失望 有传言说吴倩三公退赛 而且是晋级后退赛 这事已出 网友反应激烈 大家无法接受吴倩的选择 毕竟浪杰史上唯一一个退赛的人只有徐梦桃 人家还是因为时间冲突的原因 可是吴倩退赛看起来更像是自己主动为之 这样一来大些支持吴倩的人便觉得自己的偶像她了 他们在吴倩身上寄予厚望 希望吴倩可以带掉单身女性 独立自强起来 可是在接受众多人的安慰和鼓励后 吴倩没有选择乘风破浪 反倒是选择了退回原地 继续缩在自己舒适的角落 一个人消化伤口 这在网友们看来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可以接受吴倩被淘汰 但接受不了他自己放弃自己 这样的心态有点像望女成凤的父母 看见胆小退缩的孩子 除了失望 他们无可奈何 只能说这就是一档综艺 大家姑且带着玩一玩的心态看看吧 不要对任何人寄予过高的期望 因为你并不了解真实的他 你也没有经历过他经历的曾经 仅凭一次或者一腔热情 换来的结果只有失望 你喜欢吴倩吗 你支持他退赛吗 你想对吴倩说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